据报中方要求美国商界向国会议员施压推导针对中国的法案 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人士说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最近几个星期去信不同的美国企业高层和商界团体 要求对方反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和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参与法案 报道指中国大使馆在信里面提到 真诚希望美国商界能够促请国会议员 摒弃灵和思维、意识形态的偏见 停止追捧和提出针对中国的法案 及早创造有利中美双边经贸合作的条件 以免为时已晚 这两条法案目前仍然在国会审议 志在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抗衡中国